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待医规定提出申请 蔡秘如也讲了一下当天的状况 在18号的半夜 柯文哲有去看了一下爸爸 那现在目前柯爸爸还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那的确啦 现在这样的一个消息 柯文哲人却在土城 那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就哽咽 讲说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民进党得逞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国家 执政党 押人许共 挤压我哥哥 我要多着面对我爸爸的生命 我要告诉大家 我绝对不会屈服于恶势力 我这一生 也绝对不会让民进党得逞 不让民进党得逞 I swear 现在目前柯妈妈也是说 这个现在心情很不好 气不成声 媒体有问到她的时候 她说不要再问了 那的确现在看起来柯家人 都是蛮沮丧蛮低潮的 但是这个柯文哲的案子 到底现在办到什么样程度呢 仍然没有重大进展 北浅说加紧脚步要再提讯吴顺民 那可是说现在要厘清这相关的 这个便当会的案情 可是好像还是挺胶着的 但是还是有媒体一致爆出独家消息说 艾克文哲的冷钱包找到了 现在据说 他没有这个办案人员 取得了关键警咬 那就是可以比对一下 这个虚拟货币跟交易记录 是不是有汇款 这相关的事情呢 那陈志涵是突然驳斥说 这种子虚乌有的传言 到底要一传再传 传到什么样的情况 才愿意罢休 因为前一阵子 一下比特币 一下狗狗币 什么以太币的 通通都有 那北浅是讲说 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这个报道 也没有办法评论 但是更离谱的事情就是 最近就是媒体人 黄伟涵就爆料说 柯文哲曾经询问 吴宗宪被扣押的USB 能否被检方破解 那吴宗宪后来就讲说 没有啊 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 跟柯文哲讲到话 徐晓鑫就还原 在班机的座位上面 吴宗宪其实是 坐在徐晓鑫的隔壁 而柯文哲旁边 坐的是柯文哲的随护 在包车的时候 柯文哲旁边 坐的是黄国昌 那吴宗宪隔壁 坐的是黄建豪 两人唯一的对话 就是在机场休息室 绝对没有爆料 所谓吴宗宪跟柯文哲 在飞机上交谈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事情 也让大家讲说 这不是造成了更多困扰吗 难道是 就是拿这个手机USB内容 来做文章编故事 现在已经造成了 更多的困扰了 那再来 这个蓝银的罢免潮 这个现在 面对到吴思瑶 他讲说 他去 陈水扁的广播节目 他讲说 这某种程度 蓝银想罢免我是一种肯定 那可能是因为 我在议题的攻防上面 造成蓝白的压力 那但是过去呢 其实蓝白发动的 这些罢免 都不是因为 当事人很有攻击力 而是因为他太瞎 或者是什么 像是3Q哥 王浩宇这一类的 大家会觉得说 你不是任而罢免 所以他是不是自己 有一点好像搞错状况 那再来 现在目前党内人士就讲说 绿营的大罢免潮 暗潮汹涌 蓝银现在已经拟定了 反制措施观察未来绿营 发动罢免的区域 相信绿营呢 就算发动也不见得 讨得到便宜 甚至可能会丢了 自家的席次 那游淑慧也讲 这个国民党 迎来这个大罢免也超 他说就是以牙还牙 现在不会确战 就是不服就来赶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 郑老师 柯文哲的这个父亲重病 当然这应该 大家应该关切这种事情 不要幸灾乐 或者是落井下石 那我相信柯文哲 作为人子 今天在看守所里面 当然依法他这种情况 是可以去见他父亲 不过这还是令人 有些感慨 但是我的认为是 如果将来有一天发现 纯粹是政治迫害 他今天如果没有 法律的真正犯法 那把他压在那里 让人家的父亲重病 都不能够尽效 然后甚至他医生 他可以用他医生的志愿 好好为他父亲治病 那就罪莫大言 但我认为 他这个鸡压 大概积压了两个月 都快到期了 再几天 而且听说到期是前五天 检察官就要提出申请 几乎已经是时间已经到了 我还是呼吁检察官 赶快要么你就 赶快把它办完 该起诉 那你就给他起诉 如果不应该起诉 你就放人家回去 或者说你起诉之后 或者你就先交保 你送金给他交保 让人家今天这个家里的 特殊情况可以处理 所以我认为 他父亲的生病 会给检察官带来很大的压力 因为传出说 还要再给他延压 两个月到还要继续延压 要讲了一些理由 说真的 如果办案办到这样子 李李辣辣有点过分 最近又传出什么 冷钱包之类的东西 所以柯文哲 当然在政治盗责上是可以 但是他有没有具体的 犯法的事实 包括金流 我认为很有可能 就是用往图立罪 至少图立罪会去办他 但检察官如果真的是 找不出确确的证据 然后又交代不了 然后最后就是勉强起诉 那对于如果今天柯文哲的父亲 有病都不能好好被照顾 是严重的 不但侵犯到柯文哲的这个人权 还侵犯到人家这个亲子之间应有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 这个案子 他这个父亲这个事情 传出很多 谁去看有没有 包括都是多余的肢解 这个案子事关重大 也给了香港这么多的时间 没有具体的东西 常常就透过那个烂周刊 然后在那边透过舆论办案 放风 然后其他绿的媒体 就一涌而上 疯狂在那边咬来咬去 我是觉得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糟糕 包括黄伟案 平常形象也是不错 怎么会去爆出 那样一个奇怪的东西 然后被吴宗倩打脸 说绝对没有 然后出来两次道歉 像这个都是因为 柯文哲这个案子 他有新闻性的 那大家就消费他 那为什么这样子 那你跟你的司法单位 本身办案 说真的有点 这有多大的案子呢 又不是牵责 非常大 你今天到目前为止 办不出来 然后变成造成自己的压力 然后造成这个所谓 人情上的压力 我是觉得检察官自己要加油了 那至于柯文哲的家人 他妹妹 我当然可以理解他的哥哥 或者他家里家的父亲 这个卧病 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 你今天跟民进党 事不良力 你发誓 你们当年可都是帮凶 你们当年对他 那是多么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 你们也是因为借着民进党 才能够突破第一关 然后扶摇直上 你如何面对过去的年 你们现在恨他咬牙切齿 你们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什么感觉 你们那个时候那个坏 那个嚣张 你今天庆民进党到这种地步 你有时候也真的应该是自我检讨 我不好讲自作自受 但是我看起来 我是感慨大国同情 好 来请教博弈 我觉得柯文哲爸爸的事情 恐怕不只会影响柯文哲的心态 可能还会影响不小的政治舆论 第一个柯文哲的心态会不会有差 我觉得势必有差 因为现在柯文哲被压在里面 对他父亲的很多事情 原则上是无能为力 他只能够申请依法出来 可能看一下父亲短暂的时间 但如果柯爸爸的健康 持续的不乐观下去 那要碰到的东西会非常多 柯文哲会不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陪伴在他父亲的身边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合情合理 而且是应该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会不会为了 希望能够尽快的从看守所出来 对于很多接下来的事情 他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来面对 包括他会不会愿意交保 因为之前很多人传出来 柯文哲也许会不愿意交保 除非无保请回 因为他要捍卫他自己清白的形象 但现在他会不会为了想要 尽快的离开看守所 而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再第二个 政治舆论我觉得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 柯美来已经讲非常明白了 他说民进党就是政治的操作 追杀让柯文哲没有办法 看到他的父亲 让他们整个家庭 造成这么多的悲剧 而这种论调 我个人认为在接下来的民众党 恐怕会持续的燃烧这种论调 另外会塑造出更多的同情心 更多的温情 来让他的支持者 更加的团结在一起 甚至是很多中间选民 说不定都会因为这些言论 而开始同情柯文哲 这个对于接下来政治氛围 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但不管如何 在整件事情里面 我最谴责的是一个事情 就是进华成案 侦办到现在 真假消息满天飞 这最离谱的事情 不要忘记了 有一家媒体 他还是几乎周周爆料 每一次爆料 就讲得跟真的一样 但是结果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连检调自己都不敢说是真是假 不要忘记了 检调在9月份的时候 为了向大众证明 侦查是不公开的 还自己针对自己的泄密案 做了调查 然后最后跟大家说 他没有泄密 一切都是正常的 可不要忘记了 上个礼拜有一则新闻 还记得吗 他说在上周 会有一位民众党的大咖女性 会被约谈 这新闻大家也是 很多政论媒体都在讨论 是哪一个女性啊 讲了老半天 结果一个礼拜过去了 有哪一位大咖女性被约谈吗 好像也没有啊 就代表现在外面的新闻 这是乱七八糟 而这种乱七八糟的新闻 会导致什么结果 就是导致了民众 不晓得什么才是真的 什么才是假的 让整个台湾的政治氛围 包括社会氛围变得非常混乱 甚至是严重的对立 你说现在绿营 白营 蓝营 对立的程度非常的严重 绿营就是一直要让柯文哲 想办法让他入罪 其他的人 民众党就是一直要让柯文哲 觉得他是无罪 他是受害者 民众整天被这种新闻 搞乱七八糟 完全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能力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始作俑者是谁 很明显的就是检掉单位 你讲老半天 永远讲那些是是而非的话 那请问一下 我要你检掉干嘛 感觉起来媒体知道的东西 媒体爆出来的东西 可能比你检掉还多还完整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笑 甚至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一直演变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柯文哲案 真的检掉站出来 尽快的给民众有个答案 有一些媒体他的报导 直接要制止了 这不应该的事情 不管是真是假 都不该让民众指导 最后 罢免案一定要谈一下 就来啊 民进党如果你真的喜欢 这种恶罢免 希望找来的立法委员 来抄刀来开刀的话 我们绝对是不畏战也不拒战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基隆市市长 谢国良罢免案 已经给绿营一个最好的答案 民众不是傻子 不会被民党 也恶意的操弄带风向 他会根据真实的状况 来决定民意代表是不是人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民党想要来罢免 我们的国民党的立委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绝对不会害怕他们 好来请教顺丰哥 在目前整个的政治斗争的环境里面 这个只有炎制没有示威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现在更进一步到了 只有你死我活 没有示威对手 你是要说我的对手 就戏的丢 至于怎么杀死你 我的手段正不正确 我的程序正不正当 不重要就要你死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慨 立剑西的这一个演习 对台湾的影响 对台湾的是应该很重大的一件事 但是那个期间我注意观看 立美最大的特点 还是在讨论葛文哲 台湾的命运不重要 葛文哲死才比较重要 这个就是造成 所以刚刚 我们的郑兄讲的那一段话 我也感受很深 我也是这样找这学生 令人感慨不声嘻嘻 为什么 因为当年你看看 你怎么去酸蓝的 怎么去酸国民党 怎么去酸 那跟民进党踩在一起 那个时候有谁认为 你不是民进党的一分子 你那时候对民进党的作为里面 说过一句 这样不对啦 有没有 不要听过 你现在知道 原来这坏道歉的 原来这是很可怕 我也认为 他爸爸的病情 跟他今天儿子的情况 绝对有相关 各位可以想一想 即使病情加急 以他是一个急诊室 这么样子有经验的医师 或许对他父亲的生命 是还有更大的帮助 我们平常人做不到的 说不定他的专业能力 可以做到 是吧 可是今天这些 只能感慨万千 这不声嘻嘻 感慨万千 一辈子 一家都在支持力 一辈子都在说绿的话 即使柯文哲出来的时候 只要是白的没有险的地区 他们还是站在绿的这一边 一家人 父母亲都去膨胀 包含当时的赖青的 也是被膨胀在内的 都不要忘了 结果你发现 原来是很可怕的 他这里还有几个小事 我也必须讲在这里提一下 就是说 那个借记 就是带手铐这一件事情 我们的华里果然是这样 很快